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嘿 欢迎收看 命运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东霖 我是陈亚兰 今天要来挑战16吨 预备 音乐请下 好了... 夠了... 你都... 你都要打玻尿酸的人了 你還在蹲啦 好好保養一下 十六噸不是你這種年紀的人 在做的 是我們今天來賓要做的 沒事不要亂挑戰 但他們要挑戰三十二噸 三十二噸 對 有可能喔 對啊 可是他會告訴你什麼 正確的觀念才能四十八噸 那我們老師不知道有沒有在蹲 等一下好好請教一下 歡迎李玉佩老師 大家好 以及湯正偉老師 老師好 還有Amanda老師 大家好 老師好 來...歡迎兩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楊麗菁 喜漢 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魏子芸大哥 好棒 他不能喔 對 身體強壯喔 待會兒要慢慢聊 待會兒要加挑戰一下四十八噸 對 先來聊 楊金 這一陣子 你其實心情起起伏 有一點打擊是不是 對 怎麼啦 就是我 父親在三月九號 往生 然後他是因為肝癌 他肝癌的避死是有大概 十幾年發現有膝肝 我爸爸其實很帥 都行動自如還騎摩托車 你知道嗎 所以那時候他不想要找看護 然後這五年來都是我跟姊姊 一直輪流照顧 那很辛苦耶 對 然後又碰到疫情你知道嗎 因為爸爸他抗拒化療 因為他覺得他八幾歲 不想做化療 然後那時候就評估說 永遠都是在那個地方復發 所以醫生說 如果你爸爸體力可以的話 那就開刀 畢竟八幾歲 那時候我問爸爸說 爸爸你願不願意開 爸爸說我想要開我想要好 我想要多陪媽媽幾年 然後後來就 就決定在去年的十一月份 然後十一月三十號 就決定要開刀 然後畢竟那天我跟二姐兩個人 在農總那邊等 我記得爸爸是八點多 一直到下午三四點 都還沒亮燈 已經七八個小時了 麻醉 然後我就很緊張 然後後來醫生把我們叫過去 你知道請某某某的家屬過去 我就跟我姐說不妙 結果一過去 他醫生拿了一塊爸爸的桿 然後他說腫瘤在這裡 但是我們摸到他淋巴 有癌細胞已經轉移到淋巴 他直接告訴我說 這已經是末期了 然後直接告訴我們只有 三到六個月 三到六個月 然後後來 手術出來晚上八點 我爸爸很依賴我 看我我就跟他比讚好成功 結果後來 到醫院 醫生說肝切掉了 他進去多少 出來多少 你都要蹭 因為假如進去跟出來 不一樣的話 他就中毒了 吃多少要蹭 拉多少也要蹭 對 我記得我那個整個二十小時 是每一小時都在登記 一直在登記 一直沒有辦法睡 然後後面爸爸又要吃宵夜 因為他少量多餐 我又出去蹭 然後後來那個護士小姐就說 你這樣不行 你會跨 我就跟爸爸說 爸爸我真的不行了 可以找看護嗎 我爸爸最疼我 他是不能夠接受 除了我們之外的人 他就妥協了 然後找了看護之後 我最記得我在那個隆重的走廊 他就推著輪移 我就陪他聊天 因為要慢慢復健 要等他的飲流管的血水 要流光了 他才走 然後那時候他就推著推著 本來是一個騎摩托車會深蹲的人 然後就推著推著 我就跟他說 爸爸 對不起 你有沒有後悔開刀 他就說 沒有關係啦 我爸四歲已經比平均壽命還長 那時候永遠我們的預熱就是 陪爸爸在隆重那邊繞啊繞啊 後來終於醫生說 待了一個月終於說 醫生說你可以出去回到 回到我家去照顧 然後那時候我也就是照顧 因為他說切了肝要補肝 所以我就帶他去吃很多肉 他胃口很好 我好開心喔 吃很多肉 就那個前一天才告訴我說 你看我這個四腳椅都不用扶了 我走路我可以回家了 我要回去看 看你媽媽照顧我的老親 他都說我媽是她的老親 然後我說好啊 就隔天起來就一直抖一直抖 完全連上廁所都沒有辦法 然後就說 你連拿筷子都沒有辦法 我就說到底怎麼了 怎麼一天退化那麼多 結果有人就說 你要看神經科 看什麼科 我那時候好亂 我就趕快打給醫生 醫生說可能是肝昏迷 肝昏迷就是說 你吃經驗的東西 那個肉類 雖然他肝臟切掉你要補肉 但是他肝臟已經有硬化跟受傷 他沒有辦法帶一些阿摩尼亞 他就昏掉了 所以緊急又送去醫院 這次送去醫院 爸爸就可以接受包尿部 因為實在沒有辦法 然後後來我終於才了解說 原來肝臟也會昏迷 因為昏迷有分四等 到第四期就叫不回來 我剛好是在第一期就叫回來了 後來爸爸出院之後就說 他想回花蓮 阿姨包著尿部 然後他還是硬要穿西裝褲 因為他想讓我媽看到他 最好的樣子 然後我就包了一台車 送台北帶爸爸回去 回去之後 在過年前他又一次搭婚禮 躺在桌上睡覺 然後這一次好嚴重 到醫院 他就把那個針全部拔掉 血亂噴 因為我爸爸最疼我 他以前說 就說我拿毒藥給他吃 他都會吃 結果我那天跟他拉著說 爸 你不要拔 他就這樣要打我 他連我都不認得 後來醫生就說 要把他綁起來 我就跟醫生說 你可不可以綁瘦一點 不要讓他那麼痛 然後他手跟腳就被綁起來 在醫院大吼大叫 三天沒有吃任何東西 他一直說我給你們十萬塊 你把我放了可以嗎 我看他心疼 可是又不行不 後來他一直覺得 醫院人綁架他 後來他這次一出去 整個元氣大傷 然後真的三個月後 他就很安詳地走 我相信他已經在上面當天使 然後會保佑我們 辛苦 其實生病的人也辛苦 但是家人 保護的人 沒生病的人 他的辛苦不會輸給病人 很不捨嘛 不捨 但是起碼陪伴到他旁邊 覺得就無憾了 沒關係 盡我們的能力 本來就是要盡孝道 是 來 湯仲偉老師請教一下 什麼手面向的人 是病床前的孝子呢 好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人 生活壓力很大 其實有一句話說 久病床前無孝子 對 但是確實有一些 這種工作壓力會導致 作為子女的 她想要盡孝道 或許有時候是有點難度的 但是有一些人的命格 或是父母的命格 跟小孩的緣分會比較深一點 所以 縱使他可能小孩工作很忙 但是他也會願意 在百忙之中 回去照顧他的父母 然後也不會有太多的怨言 因為他會覺得說 這是我應該做的 那什麼樣的手面向呢 可能跟父母的緣分會比較深 那你可以來參考一下 第一個就是 你的面向 比較有這種善根 有善良的面向 那善良的面向 要看哪邊呢 都有 在場的人都有吧 都有 都有 因為其實善根 人性本善嘛 所以每一個人 都是會喚起自己內在善根 尤其在最緊急危難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善根 被誘發出來的面向 這一款會比較多 那要看哪邊呢 我們也可以從父母公呢 去看父母的 當下的運氣跟健康 怎麼看呢 一般來講 你要男生的話就是 男左女右 女生的話就是 女右男左 什麼意思 男生的男左代表父親 然後 右邊 男生的右邊代表母親 所以如果男生的左邊的 這個父母公啊 如果有受傷 或是最近氣色不好 長痘痘 那就代表什麼 代表你最近父親的身體要注意 我們都在挑Jabba大神 等你來開房 想開房插花摸一把嗎 我們都在挑Jabba大神APP等你喔 有善良的面向 那善良的面向呢 要看哪邊呢 都有吧 在場的人都有吧 都有 都有 因為其實善根人性本善嘛 所以呢 每一個人都是會喚起 自己內在善根 尤其呢 在最緊急危難的時候呢 這樣的一個善根 被誘發出來的面向 這一款呢 會比較多 那要看哪邊呢 就是看我們的眉毛 對 眉毛呢 代表我們面向當中的一個 心性的位置喔 所以呢 眉毛呢 比較濃密的 而且重點是什麼呢 濃不濃密 是一個門檻 但是呢 你說眉毛很稀疏的人就不好嗎 也不是 要看後面這個地方 就是要整齊柔順 就是你的眉毛呢 要順長 不要逆長 有些眉毛比較逆長的人呢 他天生比較叛逆 你跟他說東 他就偏要往西走 但是你的眉毛呢 就是比較屬於順長型的 就是從頭順到尾的 這樣的人來講的話呢 他會覺得說 反正事情遇到了 那就面對就好了 他也不會跟你在那邊 說三道四啊 還跟你講很多理由啊 讓你呢 遇到困難的時候 已經很煩了 還跟你講很多大道理 那這樣的人呢 他覺得反正接受就對了 遇到任何好跟壞呢 接受 然後呢 把握這個當下 去處理它 去面對它 就沒問題了 所以這樣的人來講的話呢 他是屬於心地很善良的 所以你跟他講什麼呢 或是跟他要求什麼 說服什麼 他就說 只要他評估過後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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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會答應你 然後盡量做到 但是呢 眉毛還要分喔 眉頭呢 不可以太近 例如說 像魏大哥這樣 眉頭呢 是比較開闊型的 對 麗菁姐的也是喔 就是眉頭比較開闊的 眉頭開闊就是 你要有 大概有兩 一根一指半到兩指寬 然後眉毛要順長的 這種都是比較個性溫順型的 比較不會那麼搞叛你的 好 那第二款呢 就是負責項 負責項 天生呢責任心比較重的喔 責任心重的話呢 我們先看一下面向的特質 就是呢 你的額頭要比較光滑飽滿 然後父母宮呢 不要有凹陷或傷痕喔 好 一般來講的話呢 女生的額頭呢 三指到三指半 算幾個 男生的話呢 要四指 這樣放上去要四根 有啦 我已經沾頭到都不用提 是 直接帶頭到 兩位其實都是非常 算飽滿型的喔 而且父母宮看哪邊呢 父母宮呢 就看我們的眉毛的中線呢 往上 在中間的位置 畫兩個圈圈 就是眉毛的中段 往上 畫兩個圈圈的這個位置呢 代表父母宮 那父母宮呢 通常比較飽滿的小孩 或是父母本身 代表什麼 你的小孩會對你進校道 那這個小孩呢 也比較重視倫理的觀念 如果你的父母宮 有點凹陷的 那代表什麼 代表呢 尤其小孩 他就是對於父母長輩呢 他會比較有一些憤恨不平 例如說假設父母 處理一些 不管是財產的事情啊 家裡的事情啊 萬一有一個點不對了 那這個小孩呢 就會因為這個點 形成一個坎 然後呢 他就會跟父母呢 就會有一點爭執 然後因為這個爭執 就好像遇到困難的時候 然後父母生病了 他也不回家的 那其實在場的 每一個人父母宮還不錯 雅恩姐是父母宮 父母宮最漂亮的 真的喔 對 所以 很圓喔 好圓喔 就是這個地方喔 從頭這樣很飽滿的喔 所以父母宮呢 越圓的人呢 他這種傳統啊 倫理 道德啊 這樣的心會比較強一點點 你看 這是看歌仔戲看來的你知道嗎 中校節語有沒有 真的 真的 但喝完酒就會中校節語 信義和平仁愛 禮義連齒都紅起來 真的 台北市都可以包起來了 好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父母宮可以看這樣的一個部分 但是不可以有受傷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也可以從父母宮呢 去看父母的當下的運氣跟健康 怎麼看呢 一般來講 你要男生的話就是男左女右 女生的話就是女右男左 什麼意思 男生的男左代表父親 然後 右邊 男生的右邊代表母親 所以如果男生的左邊的這個 父母宮啊 如果有受傷 或最近氣色不好 長痘痘 那就代表什麼 代表你最近父親的身體要注意 或是他的運氣可能會不好 可能剛好你的父親又縫到什麼犯太歲啊 流年不利的時候 那你就要更要注意 那女生的話呢 就是右邊是父親 左邊是母親 你可以用 因為女生是相反看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去 以此類推 好 來看第三款 好 就是呢 你的手下有沒有一個很孝順的紋路 孝順的紋路呢 如果你的小孩有的話要把握一下 來就是呢 生命線呢 比較清晰完整 生命線通常在這個大母哥的虎口 這個地方 然後呢 感情線的這個尾端 尾端是從這個地方到十指 中指這地方叫尾端 要上翹 所以呢 你的手下會形成是一個 上下弧度都很圓滿型的 尤其像太極的感覺 好 那這個呢 生命線的這個呢 弧度呢 要清晰完整呢 代表什麼 代表說呢 這樣的個性呢 一般遇到一些障礙的時候 他比較不會胡思亂想 他會比較容易去跨過 跨越這個坎 然後呢 也覺得說人生呢 越單純越好 所以手下呢 通常越清楚 然後雜紋越少 這樣的人呢 會比較單純一點點 但如果你的手下很清楚 就每一條線都很深 可是紋路很多的 這樣的人呢 他就屬於那種比較 就事論事情的 所以通常手下越深刻的 反正是他的越單 就是紋路越少 他越單純 就是事情來了 他就會照做 所以他這樣的人呢 他是會比較照顧父母型的 那這個感情線上翹呢 越長越上翹 代表他的責任心越重 所以他會負責他的家庭啊 然後他的父母啊 小孩啊 他覺得這輩子都是他的責任 他要努力的去扛 因為他覺得家庭的責任呢 帶給他人生的成就感 所以他會事業變好 錢也會賺得多 因為其實孝順呢 就是最大的福報來源 有時候很多人都說 我吃素啊 學佛啊 念佛啊 好不好 很好 但是呢 孝順才是更好的 因為家庭都是一個貢業嘛 如果你可以圓滿這個家庭的貢業 那我相信你的人生的這個福報 累積得會更快 所以以上的這個熟面相呢 就提供給大家參考 有福報就是看起來很年輕 不顯老 魏子昀大哥 來 請猜 觀眾朋友請猜魏子昀大哥 是我們的前輩 請猜魏子昀大哥幾歲 老師你看魏子昀大哥 他的外在像幾歲 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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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出 六十出 我也覺得六十五以下 六十五以下 沒有禮貌 我猜五十 真的 我快四十了 你也太沒禮貌了吧 這樣有點 魏子昀大哥 魏子昀大哥 沒有 我是講體力 體力喔 對 每天的 幾歲啦 七十八歲啦 不可能 不要這樣子講 這頭髮還可以這麼多 我會害怕 七十八歲 七十八歲 有一點 頭髮我滿多的 對啊 好厲害耶 七十八歲耶 有打玻尿酸嗎 沒有啦 是假髮喔 針髮 針髮 針髮耶 針頭髮耶 好厲害喔 怎麼做到的 魏大哥每天早上起來 必做的基本運動有哪些 對啊 都是做運動來的喔 是啊 沒有啦 就是我習慣嘛 習慣一些基本的動作 對 一早上起來會先做伏地挺身 很養身就對了 對 然後再做仰臥起坐 像你的 伏地挺身 然後 站一下庄 站庄 這張庄就是馬步 對 它不是 馬步不一樣 站庄是靠著牆 背後靠著牆 所有的支撐在大腿上 大腿內側 那我們站馬步是 重心的中間 是 但是站庄它是靠在後面 所以這個腳是九十度這樣 就是臀大肌 對 完全在這裡 對 大腿對 那個 蹲個一分鐘就很吃力了 一般男生 一般三十秒吧 對 四十秒 三十秒 聽說腳是代表心臟 對 第二個心臟 所以就是 如果站得好的話 心臟就很好 對 會比較強 除了這些基本功之外 這只是他的早起暖身 對 因為魏梓雲大哥還有三 他要示範三招 魏梓雲有氧氣功 這個高點 我排隊就排那個老人 就靜老的那個地方 對 後面有一個老頭就戳我 年輕人 你不是排這裡 你比較頭前的 叫我去排年輕人的地方 我跟他 我身分證拿到手上 我說 我也是老人 結果他還比你小 比我小 叫他來跟你上課 他馬上跟你拜師 今晚你有空來開房嗎 魏梓雲大哥還有三 他要示範三招 魏梓雲有氧氣功 有氧是 有氧氣功 對啊 因為我練的是達摩易晶晶 來 達摩易晶晶它是 教教我們 改變你的經絡 是 經絡 好 那我教大家一試這個 很簡單 但是要練才會會 好 這是弓法 方法是告訴你 你就會了 但是弓法是你必須要練才會會 好 那雙手 與間同寬 這個叫無極 對 這樣 雙手 蝴蝶放在丹田的位置 好 往前 鞠躬90度 抬頭睜眼看前方 好 那下來的時候 拉到這裡 對 有拉到 對 下來 然後上來的時候 點頭看前面 好 那點頭的時候腳不能彎 腳是往後面 往後面 對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你的肚子有頂到 對不對 是 這可以削你的小腹 有 削小腹 所以你往前的時候要吐喝氣 吐喝氣 先吐後那 吐喝氣 從喉嚨出來 抬頭睜眼看前方 上來的時候用鼻子吸 點頭看前方 吐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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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大哥差不多了 吸 有 不是我要看你們動作有沒有做到 有 因為你們往前都有做到 對 但是往上來的時候就沒有做到 因為你往上來的時候 要吐 沒有點頭 因為你很用力 我們假裝 我做到 我們假裝身體很好也不能假裝太久 不是 上來的時候要點頭 要點頭 抬頭 有 上來的時候 點頭 但是你們都沒有點 你們就這樣 有啦 有點嗎 有 你要放鬆 再放鬆 再放鬆 到這裡才好 這樣會有放鬆嗎 對 但是你自己有拉到後面 有拉到後緊 所以是任督二脈 任督二脈都會通 OK 對 喂 不是啦 這個刻到麥克風 為什麼 所以通常我們做這個 吐 吐 這樣子做36次 36次 一個不暴要做36次 就是對我們的部分 任督二脈都會 魏大哥你站側面做一次正確的 給我們看一下 側面你看 好 腿不能彎 好 這頭一定要點到底 你們剛才都這樣子 對 因為連彎動作做起來的時候 你肩膀會用力 要放鬆 有點像以前跳舞這樣 點到後面 你要放鬆 對 點到後面 有沒有看到 這個 謝謝 三招示範完了 沒有 一招而已 才一招 這才一招而已嘛 對不對 我們想要學更多 他學更多嗎 那就教那個先 先熱身體 阿伯 你沒問題啊 我們為了觀眾 好 叫五個手指抓著一起 這有六脈 有六個經脈在這個地方 所以一抓起來起來的時候 手往下 這叫雕手 對 雕手又叫 不是猴子嗎 手要伸直 我還以為叫我們猴子弓 也叫賀嘴 那下來的時候翻掌 上來的時候往下 下來的時候往上 好 那腳的部分很簡單 就是踮腳 踮到最高 不好意思 我創造噴血 然後伸緊 脖子往前伸 這邊有個連拳穴 往前伸 然後吐氣的時候下來 來 肚腳 吸 鼻那鼻土 土 肚腳 吸 土 盡量往上顛 顛到最高 土 我們的 我球鞋太厚了 好 為大哥再側面再一次 側面一次 就是顛到最高 吸 土 放鬆 吸 伸緊 土 放鬆 這個手要放鬆 手不能說 腳停手也停 手跟腳是分開來 一跺腳的時候 行雲流水 要放鬆 一天做幾組 懂了 一天幾組 一天做幾次 這個也是三十六組 三十六組 第三招 鼻子吸 土 第三招羅漢推飛好不好 大馬步蹲定 我穿高跟鞋 這個對五十肩 非常有幫助 對五十肩 對 所以手呢 抬起來 不是這樣子 手指頭朝前方 盡量往上抬 對 肩膀有沒有用到 有 有感覺 然後推出去 收回來 推出去 收回來 好 兩膝兩土 好 吸 土 吸 土 這個收回來 這個很重要 收回來的時候 會拉到我們的肩膀 對五十肩 有很大的幫助 對 然後吸 兩膝兩土 吸 老師側面 土 側面 吸 吸 我在救你 土 吸 土 噢 掌聲鼓勵 因為 因為肚林哥已經 快比差了 對啊 他外面一直有人說 好帥好帥 結果我們說 好累好累 好累好累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麗金 請回座 腳在抖了 對啊 78歲 對 為什麼那個說 平常除了練功之外 吃東西也很注意 吃東西我是比較簡單 像番茄炒蛋 主食我就會吃雞肉 雞肉比較多 不吃米飯 吃米飯 吃 什麼都吃 什麼意思就是清淡健康為 對 你不吃 麻辣鍋吃不吃 麻辣鍋很少 羊肉爐 牛肉也吃啊 麻油雞 什麼都吃 但是就是比較少 對啊 台灣一說不能吃 你就慘了 台灣的大便 對 就是我平常在家裡 就吃得很簡單這樣 吃麻醬 拌那個麵 吃麻醬 然後番茄炒蛋這樣子拌 這麻醬 打麻醬你吃麻醬 對麻醬 麻醬常常吃 然後我喝醋 就是吃水餃什麼 就是放很多醋 我以為你直接喝醋 沒有 就常常要吃醋 不過衛子民大哥是 他是每天都有在運動 對 每天 真的認真運動 對 他真的會武打的 他不是說演員演武打 有些武打明星用眼都 躲著鏡頭這樣 然後接下來替身 哪有那麼醜 哪有那麼醜 兩位今天都是武打明星 他們都是真的會打的 對啊 都是養子窮級的 我跟你講 真的 衛子民大哥現在是 逃禮滿天下了對不對 對 很多學生 教很多學生 都在哪些行業 都是一些企業家 都有 醫生 律師 警察 什麼的 企業家每天做辦公室 還是需要 對 他們都是年紀 差不多都是五十 四五十歲 開始就 人體開始變化 你都將他做三招而已 沒有就是有 緣分既得的話 他們就是來拜師這樣 我就是收徒的 並沒有招生 氣功很好 收徒不是招生 不是什麼養生班這種 對 那我去佛倫社演講的時候 就是老師 那所有的學生就叫我師父 就可以分得出來這樣 好棒 那拜了師父要幹嘛 每個禮拜要來上課 每個禮拜上一堂課 對 他們反正就是平常開會 忙做生意 就一個禮拜來一次 好好的練 汗 就是流很多汗 就像剛才這樣的三招 要做幾招 三十六組 每一個動作都做三十六組 像剛剛那個要三十六組 那要做幾招 那入門的是有八個動作 我們剛才三個動作 對 那等一下入門有八個動作 每個動作要做三十六次 對 然後在晉級的話 就是武功門就是 也是八個動作這樣 難怪我那天去領獎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老闆都這樣 幹嘛 就都在抖是不是 可能都是您的學生吧 老闆要做這麼多組很難 剛剛做三組 因為很多他們因為 為什麼會跟我都是好幾年 都是 久的話八年十年的 因為他們練了沒多久之後 醫生跟他講他的指數都降低 所以這個都是他們 所以為什麼會跟師父練那麼久 因為他覺得練這個功是有用 而且說有的學生 所以你老的長年工作太辛苦了 對 你反應矢盾了 對 說 對 對 拍不到 看不到蚊子 看來拜師之後 練完了工作 真的 他看得到蚊子了 有天 不是 補門牌可以打得到 他有一天說 師父 師父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我說什麼事 他說我以前看不到蚊子 我現在可以用那個拍子 可以打到蚊子 那個電文牌可以打到 不是用蚊子的 我以為說蚊子用蚊子 沒有 他可以看得到 連眼睛都亮起來了就對了 像我們睜眼看前方 眼睛睜大 氧氣就會上 氧氣是最重要 以後我們主持節目就是這樣 氣不通 每次的病罩都是氣不通 練功最重要就是氧氣 對 氣足氧就夠 經濟神就飽滿 免疫力就會增強 好 知道 下一個問題 大家眼睛都要睜大 魏子盈大哥 你現在坐公車或者坐捷運 你敢坐不愛坐嗎 他不排除的時候 他真的都是那種很從容 而且很優雅的這種姿勢 幹嘛那麼嚇 我們就是天秤嘛 就是保持平衡 像你看玉佩老師 對不對 他就是水平的 三個都穿歪歪 我告訴你 你這樣不行 你這樣久了 你的脊椎側歪歪歪 我還要給你揚歪歪歪歪 今晚 今晚 你有空來開放嗎 今晚 你有空來開放嗎 我們都在挑加把大神APP 一起開放插花胖胖虎 等你喔 魏子盈大哥 你現在坐公車或者坐捷運 你敢坐不愛坐嗎 沒有 沒有 我真的不敢坐 而且我也不需要坐 有人讓坐嗎 有人應該看到你是 沒有啦 因為我 那個AA是 魏子盈 你說天氣熱的時候 我都穿背心嘛 很熱嘛 現在都戴口罩有沒有 我一上車 嗶嗶嗶三聲嘛 然後那個司機就看我 我說待會兒恐怕要問我了 第三聲什麼意思 三聲什麼意思啊 三聲就是六十五歲以上 一個禁勞卡 三十五歲是禁勞卡 對...免費的 你注意看 你明明就是大學生 你拿你阿公的禁勞卡 就給我逼 也沒有那麼誇張 然後我下車的時候都說 先生...不好意思 麻煩你看一下證件 對 真的喔 檢查一下 對 是魏子盈老師這樣 還有一次我坐高鐵 坐高鐵我排隊就排那個老人 就敬勞的那個地方嘛 對... 那後面有一個老頭就戳我 年輕的 你不是排隊 你比較陰性的 最好去排年輕人的地方 我跟他... 我身分證拿到手上嘛 我說我也是老人 結果他還比你小 比我小 叫他來跟你上課 他馬上跟你拜師 他就跟我道歉... 現在也跟上時代 說把氣功帶到自媒體上 對...我現在做自媒體 以前是錄錄影帶嘛 就做了一年這樣子 所以我試試看那個水溫 那現在自媒體是在哪一個平台 自媒體就是Facebook 是用的一代大俠 一代大俠 對...那還有四個平台 IG、YouTube 還有小紅書跟那個Tito 是用的雲端師傅 雲端師傅 對...你打雲端師傅 就可以看到 那已經都...那已經都滿了啦 對... 沒有 我們可以去看 然後我在裡面 我有教很多動作啦 一起拍一些EP短片 大家可以學習這樣 可以看 造福人群 謝謝 來...接下來我們請教一下 Amanda老師 什麼星座的人一把年輕的 還不賢老 對...其實大家都應該會很... 射手嘛... 我也是射手嘛 我也是常被人家查身份證 對... 射手有一個不一樣的例子啊 阿湯哥 你怎麼做 我廁所座 好 我們來看看 我們會看起來很年輕喔 對啊 我排毒啊 對啊 十歲 他今年...他今年不滿五十啦 七十八 沒有啦 很年輕啦 對啊 湯老師不才二十五嗎 但看起來視覺你應該只有二十啦 對...二十喔 好...來 一起趕快吧 射手座除了天生身體好 另外就很敢吹 對...真的... 真的... 好 我們趕快看自己的心盤 他嚇到比都掉了 我們就從太陽星座 向來外來賓都是太陽射手座 然後月亮火星 因為火星與一個人的生命力火力 那個...不是火力 這種行動力有關 所以一樣可以觀察火星 還有上升星座這幾個部分 首先第三名呢 如果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部分呢 有落在水瓶座的朋友 我看麗菁姐的火星就在水瓶座唷 有上榜了 喔... 我們水瓶座呢 特質就是 不停的鍛鍊會讓自己的體態很年輕 對...沒錯 我也有練瑜伽 對...我記得 旁邊看喔 水瓶座其實第一個 水瓶座有一個很棒的特質就是 他自己只要找到有興趣的領域之後 他是能夠非常非常的持之以恆的 而且水瓶座呢 他很喜歡鍛鍊自己的頭腦 什麼意思呢 其實你看 除了不顯老 其實從內心開始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有一個很年輕的心 很去嘗試新的事物 其實從... 由內心之中 你就會展現出一種 好像很有活力的感覺 加上水瓶座呢 他很有趣喔 我們剛剛講他會找到一個自己 有興趣的東西 但這個東西呢 不能太普遍 很多水瓶座 他會找一個比較小眾的興趣嗜好 小眾興趣嗜好 對小眾 就是說以當時的這種氛圍來講 比方說很多人運動都是去打籃球 這水瓶座會覺得 大家都打籃球 我打籃球太...太普通了 太不特別了 他可能就會想像什麼 我去那種像... 比方說像游泳 很多人夏天游泳 那水瓶會覺得游泳 好啦游泳聽說很好 可以運動全身 那我就來個浦泳 什麼叫浦泳 就是你腳上要穿上那種 那個挖鞋 像挖鞋的 好那浦泳有分什麼雙脯單脯 他說那我就要挑那種 最少最少的人的這種運動來嘗試 真的很準 因為我之前是潛水 潛水很少了 很少了 對 深淺了 我還去考執照 然後瑜伽 然後我最近呢 就剛剛就是練了一年的高爾夫 對 我就一直一直在學習 就是相對於我們的朋友圈裡面 他們就會找一個 沒有那麼多人嘗試的 他覺得我這樣做起來比較 講實在話有點與眾不同 也會比較有成就感 但是因為這種運動 他們就能夠持之以恆 不停地鍛鍊 這是重點 不停地持之以恆 很多鍛鍊 就會讓自己的身材 體態很年輕 所以就會不顯老了 好 像立心姐 就有這樣的一個特質了 謝謝 第二名呢 如果是落在天秤座的朋友 天秤座 天秤座呢 不太正確對不對 可能辦公桌做久了 或是我看電視的時候 我就是那種隨便躺著 養成了這種彎腰駝背的習慣 其實那種就很容易顯老 那天秤座不會 天秤座你去觀察天秤座的人 像篤林哥 像薇大哥 他不管什麼時候 他真的都是那種很從容 而且很優雅的這種姿勢 幹嘛那麼快 我們就是天秤嘛 就是保持平衡 不像 你看玉佩老師 對不對 他就是水瓶的 三個都穿歪歪 我來講 這樣不行 這樣久了 你的脊椎側歪歪 三個都穿歪歪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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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秤座 天秤座 我看得很難過 我來講 這個穿歪歪 真的 我上身在射手 我上身射手 我也是有射手 你自己叫 對 有射手的狂野 你太寬了吧 對 好 但像天秤 而且天秤座 看我不睡眼了 對啊 你們看那邊有鑽石 真的 我現在是那個鑽石 你知道嗎 是 男生不懂 對啊 對 但天秤座好像看很多東西 只要不居中 他們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對 那個畫歪歪的 不行 我就這樣 對 所以你看天秤座 他走路的時候 他一定就是抬頭挺胸 走得非常的從容優雅 但光是這樣的一個特質 就看起來就會覺得 嗯 好帥氣 好美麗 就不會嫌老太 這點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再來就是天秤座 像我們講的嘛 他們是有意識的打扮自己 怎麼說 因為像有些星座的朋友 比方說可能 就覺得到一定年紀了 我怎麼舒服怎麼來嘛 幹嘛要為難自己呢 他們就不是天生立直 就是很刻意的 天生就已經很棒了 起跑點就已經比人高了 而且還會去打扮自己 對啦 那有些星座你看在家裡面 可能那種鯊魚夾一夾 睡衣一穿也是出門倒垃圾 或是男生這種舊漢衫 已經不知道穿了多少年了 就告訴自己說 哎呀 破幾個洞算時髦 這種事情都不會發生在天秤的身上的 他們就會真的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齊齊 乾乾淨淨 漂漂亮亮 但是看起來就會很年輕 我覺得這是可以跟天秤學習的 好了 第一名呢就是縱望所歸的 我們家幾位說 牙小姐你的車子被人家噴漆了 我說蛤 噴漆 為什麼 而且都是不雅的字眼 非常的五目語形的文字 然後我那時候我就 因為好像早上十點鐘有人來噴漆 我人在外面 我 停錯位置嗎 還是停到人家位置 在我自家 我家裡的停車場 比自己的位置 對 所以我才覺得莫名其妙 而且我也沒得罪任何人 好了 第一名呢就是縱望所歸的射手座 可以 射手座的特質是什麼 永遠保持心態年輕 像兩位來賓 兩位老師 這頻道沒有 我的火星也在射手座 對 亞來賓的火星也在射手座 聽到了 我們這樣講好 全部都中 阿湯哥都笑起來 笑開了 怎麼說呢 大家想好 其實射手座有一個也很棒的特質 他們其實很好奇的星座耶 沒有做過 沒有嘗試過的 他們都會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這很重要呢 大家想 是不是只有小朋友會一天到晚問為什麼 對 有時候小朋友就是看到這也好奇 看到那也好奇 但是越長越大之後就覺得 哎呀 就是這樣 可是射手不會喔 射手他們就會不管在什麼年齡階段 他們都會保持著一個好奇的心 而且是一種比較開放心的態度 這個一樣的 我們從內心當中 就有一顆年輕的心了 再來射手座也是一個好動的星座 你去看很少有那種 就是真的是像我們講什麼 沙發馬鈴鼠式的射手的 射手其實就是停不下來的 雅恩姐這個每天24小時要排很滿的 是 真的喔 是 沒錯 再來就是射手他們其實也有運動的好習慣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射手我們講 他有一個很棒的特質是射手其實是很全面性的 像剛才講 現在很多人流行就是在運動深蹲對不對 深蹲很多其實他只練到前面的股四頭肌 對 可是我剛看到魏大哥剛才教大家做的那個動作有沒有 第一個動作 往前 這個叫什麼 往前傾的時候 其實就有練到腿後面的那一條股二頭肌 那一條其實是很多這種養生人士或是運動老師在講 一般人很少鍛煉到的肌肉 可是射手做的就會注意到 我鍛煉這個身體 我要全面性的都去保持去鍛煉到 所以我的健康不是只有某一個部分的健康 某一部分的年輕 我會全身 從頭到腳 從內到外 都是非常的年輕的 這是我們每個星座都要跟射手們好好學習的 來 縱使是像這麼樂觀正向的射手 也是有碰到自己比較不順的時候 像歷經 這個秦正剛辦完這個爸爸的後事 後面還是有不順的小事情 對啊 我記得我整個三月份守孝 剛剛說爸爸3月9號去當天使了 然後4月1號 女人姐我回來台北 突然之間我 我們家警衛說 楊小姐妳的車子被人家噴漆了 我說蛤 噴漆 而且都是不雅的字眼 非常的侮辱女性的文字 然後我那時候我就 因為好像早上10點鐘有人來噴漆 我人在外面 停錯位置嗎 還是停到人家位置 我家裡的停車場 妳自己的位置上 對 所以我才覺得莫名其妙 而且我也沒得罪任何人 我就去報警 我就去報 我自己一個人去報警 報警之後 警察跟我做筆錄說 妳有沒有跟人家節約 我說我好像沒有 但是只有在六年前 有一個不愉快的交往 短短四個月 那個事情 對 然後他說那不可能是他 然後我其實我心裡其實是很恐慌的 因為他是輕路住宅 輕路住宅 在我們家地下室的停車場 還知道我的車位 所以這個讓我會覺得我 我真的很心生恐懼 有一點感覺人生受到威脅 然後剛好四月二號 清明節掃墓 我回花蓮又遇到地震 你知道那個最強大的那個地震 之前那個 然後那時候我最記得 那時候警察打給我 我旁邊都悄悄打打 你知道我們家 就是之前有一間飯店 倒了在我們家正對面 那時候我媽媽都被封鎖起來 不能回家 那時候都來台北找我 然後四月二號遇到地震 我也不敢跟我母親說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呢 新聞媒體報的時候 我人在日本 然後我才知道是 那個交往 就是六年前的前任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他也是 他還不放手 對 因為這個六年呢 我那時候我一時心軟 就是欠了一個和解書 因為當時他有恐嚇威脅 我說分手要給我斷手腳 破硫酸啊 然後那時候我還在念EMBA 他跟蹤我到學校 反正就是每天 沒事情就是要 要去以車追人這樣子 很恐怖 那時候我也有拿到保護令 然後那時候就是 他在法院都承認說他有 因為他又跟媒體亂放話 他說他有毀謊啊 恐嚇啊 然後妨礙民慾啊 然後就妨礙人身自由這樣子 承認這些罪行 而且要賠我30萬 30萬台幣而已喔 然後那時候他說沒錢 他說分兩年 我說那沒關係 我只要不要跟你有任何接觸就好 然後你知道嗎 這個30萬他一毛沒付我 那我記得兩年前 他又透過我朋友 就是說什麼 要跟我手牽手在媒體上和好 我就跟我好朋友說 你說他六個字吧 離我越遠越好 然後當這輩子彼此沒認識 那我叫我朋友把他封鎖了 那這六年沒有任何的聯絡 我哪知道他會這樣 他來噴擊就確定是他來噴擊 是警察破案 他叫做監視器吧 他叫別人 警察破案嘛 因為現在 你不要覺得你犯罪沒人知道 現在到處都有監視 因為警察抓到那個人 那個人說 跟我不認識啊 他說對方給他三萬兩千塊 讓他就是潛入住宅 來對我做噴擊的這樣 他有錢給他 有錢給他 然後前一天還帶他來勘察地心 因為他知道我住哪 然後後來我很多朋友就說 你就不要告吧 我說我不行不告 我說上次我已經原諒他了 他說你這樣會有生命危險 我說也許這就是我公眾人物的使命 因為今天如果他不是交到我 他做了很多事情 他之前真的很多 那個什麼公務局 就公務員舉在布施 偽造文書什麼 都是因為我的關係被揭露嘛 我說也許這是老天給我的使命 那我這一次一定 一定就是 我覺得這個 我們的司法會還給我一個公道 所以你目前的狀態是 還有一個官司在身上 就是告他 就是告他 對 這一次我絕對 我覺得我絕不和解 因為我和解 你看他覺得他每次弄一弄我 然後我怕麻煩 我就想算了不要跟他扯 然後他你看六年後 怎麼知道他會這樣子 因為沒了 對 真是煩了 但是我還是會有點害怕 畢竟我是一個人住 對啊 會害怕喔 會啦 那趕快弄一個來保平安的 稍微 我們老師教你 好 來 李玉玉老師今天要介紹我們 除惠好物 能夠幫我們護身保平安 然後安眠又補元氣 對不對 是的 這個很難 對 壓力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你要記得在工作之餘呢 有時候家庭也會給你一些壓力 所以要懂得四方壓力呢 促進你的一些 藉由運動促進代謝 會比較好一點 否則你會覺得好像心情不好 然後身體是這種廢棄物很多 排不出去 然後淋巴呢 感覺都很堵塞啊等等的 下半年呢 會因為壓力的關係呢 而造成了這一些救急復發 或是抵抗力下降等等的問題 李玉玉老師今天要介紹我們 除惠好物 能夠幫我們護身保平安 然後安眠又補元氣 對不對 補元氣 對 這個很重要 因為呢 老師你又把衣服拉歪了 真的嗎 你管太寬了啦 這樣才會有收視率 對我來講 好的 國立8月4號 就已經進入了農曆了 農曆的七月 大家俗稱的鬼月 但是現在把鬼月稱為民俗月 其實呢 民俗月它的禁忌非常多 如果呢 我們稍微一個不留意 觸犯這個禁忌的話呢 就會打亂我們的磁場 進而有的人他可能會卡到陰 那當然一個人會卡陰 除了跟他本身敏感的體質 有關係之外 其實還有三個 我們日常會見到的 就是讓陰氣入侵 所以我們一定要小心 那比如說呢 第一個的因素就是 這個人呢 平常就是體弱多病 然後他元氣不足 你想想看一個人體弱多病的話 他身上的陽氣一定是不夠的 那再加上他所處的環境 陰氣很重的話 他的確很容易卡到陰 甚至於嚴重的話 還會撞邪 那第二個因素呢 就是這個人呢 他情緒的波動非常的不穩 因為現在啊 炎炎夏日 大家的情緒都很浮躁 那個火氣說來就來 那當一個人情緒很波動 動不動就發脾氣的時候 我們體內的那個氣場 也會顯得動蕩的不穩 那麼第三個因素呢 就是這個人他的心智啊 他的腦力啊 呈現出一個很 患散的現象 怎麼說呢 因為現在人可以說是 手機都不離手了 都在手上 而且因為手機的關係 很多人都會遠離大自然 也不曬太陽 因此導致他的眼睛也好 他的腦力也好 是非常非常的疲勞的 那這樣一來的話呢 他的注意力就會患散 再加上 現在因為天氣熱 有很多人喜歡夜遊 或是喜歡到夜店 或是喜歡到KTV 或是有的人生病 他必須要跑醫院 這些地方都是屬於 陰氣比較重的 那弄不好的話 那真的就是會卡陰了 那這三個狀況 都是我們現在呢 很容易碰到的 那不用擔心啦 老師今天就是要來 告訴大家一個秘法 讓我們呢 在民俗院呢 能夠安安穩穩的做好儲惠 給自己的身體呢 做了一個無形的結界 讓陰氣呢 就沒有辦法晉升 所以這個秘法呢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有四個步驟 要請大家跟著老師一起做 那在做步驟之前呢 老師要先說明 這個秘法它是跟艾巢有關 也就是說這個秘法的靈魂是艾巢 因為我們每天啊 人在外面進進出出 那任何環境 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正能量 還是負能量 所以通常我們大部分都會 把一些陰氣啦 邪氣啦 煞氣啦 給帶到身上來 那這些煞氣 在我們身上很多的時候 就會造成運氣不好 所以啊 我們只知道 要為身體來除灰淨化 但是我們也不要忽略了 我們身上 學生所穿的衣褲 其實它也是要進化的 因為呢 這種氣它不管是好氣 或是衰氣 陰氣 它都會附著在我們的衣服上面 所以我們來看 第一個步驟 我們要怎麼來做 第一個步驟就是 黑曜石洗衣精來洗衣服 好 黑曜石洗衣精呢 大家看就是這一款洗衣精 這個好多人喜歡喔 真的 其實呢 我們可以準備這一款 裡面有添加什麼呢 艾巢 瓦燥 蓮花 榮樹葉等 這四大除灰聖品的洗衣精 來幫我們洗衣物啊 但是呢 老師還要特別推薦 要添加一款 光這四樣除灰聖品還不夠 最重要的是 裡面一定要添加 黑曜石水晶萃取的成分 因為呢 黑曜石呢 它是火山熔岩的一個礦石 它裡面喔 有很強大的那種陽氣的能量 所以我們用黑曜石 不管是來洗澡啦 或是洗衣服啦 都能夠為我們的身體 為我們的衣服呢 產生很強大的一個保護網 最重要的是喔 這個洗衣精它裡面呢 添加了大家很喜歡的小蒼藍的味道 那個味道是非常的淡雅宜人 所以我們用過之後 不用擔心說 我的衣服上面 會不會有一股草藥味 不會的 其實呢我們可以請 來 雅蘭 幫大家聞一下 聞一下 它的味道如何 有沒有小蒼藍的味道 我來聞 有氧氣的感覺 你忍不出來我來 那都是氧氣 什麼 什麼 說啊 有出睡了 馬上醒了 幾個都退了 聞了就已經退嫁了 你看看它多厲害 好啦 另外 另外 會造成我們一個人的體弱多病 元氣不足 精神患散 有很多因素都是來自於睡眠不足 因為現在人 患有睡眠障礙的人實在是太多了 睡眠障礙有就是不容易入睡 或是潛眠 容易做噩夢 好不容易睡著了之後 拳打腳踢 那你各位想想看 當一個人長期處在一個睡眠不足的狀態之下 久而久之 他的精氣神一定是不好的 那精氣神不好 對我們運勢的影響就很重要了 所以我們除惠的第二個步驟呢 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用艾草精來擦臉 或是擦身體 來 我們來看這個艾草精 這個艾草精它很特別 它裡面有艾草纖維 它是有艾草纖維在裡面 這個毛巾的製成 那這個毛巾呢 它的特別的是因為 它用最新的奈米膠囊製造而成的 那它將艾草的精華編織在這個毛巾裡面 所以它跟一般的毛巾最大的不同 就是因為你聞起來 都有一股淡淡的艾草的一種香氣 所以當我們在洗了臉 或是洗了澡之後 我們可以用艾草纖維 來擦我們的身體 好 第三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就是 睡覺的時候要蓋艾草被 它的功能就是安定靈魂 養護我們的元神 全套的 全套的 真的 吃得水喔 擦得蓋了 食衣住行 來 人家預備 動作嚇 妳很像跪 這是保護的 有艾草的味道 這是保護的 妳這樣好 這樣好 其實這個艾草被它的成分 跟艾草毛巾是一模一樣的 它裡面都是艾草裡面的纖維在裡頭 那我們把它蓋在身上 它真的就是能夠幫助我們睡眠 最重要就是有的人 睡觉很容易被压床 很容易做噩梦 他都有相对的功能 压床 有这条 不用欢乐 所以像我们有的时候 躺在沙发上面看电视 冷气在吹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艾草贝 包在身上 还有一个对于身体 比较虚的老人家 其实我们也可以 给他盖这个艾草贝 小孩子很容易受到惊吓 这个艾草贝 都是一个很好的良方 所以我们怎么使用呢 就是当我们洗完澡 要擦身体的时候 我们用艾草毛巾 那我们睡觉的时候 就用这个艾草贝 把它裹在身上 等于说我们整个人 都是被艾草给它包扎的 非常非常的岩石 那再加上这个艾草贝 会趁我们睡觉的当下 然后进行夜间负能量的 一个清除 把我们身上 所有一些不干净的物质 全部都把它给清除掉了 所以你怕什么呢 当然第四个步骤也很重要 就是出门的时候 要佩戴红绳 这个红绳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这个样子 来 朵铃也可以拿给 观众朋友看 红绳 对 这个红绳 红的是最避邪的一个物品 好多干净 对 它上面 对 还有五个钱币 金色的五地钱 真的 我们出门的时候 可以把它戴在身上 那戴在身上 自然而然呢 它也产生一种结界 让你在民俗月出入保平安 所以不用担心 因为民俗月给你带来的不方便 所以按照老师 这四个步骤来做的话 民俗月就是平常月 你真的不用担心了 这么简单的秘法 就给大家做参考 好 谢谢老师 好 来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未来一个月 我在哪方面能够神采意义 好的 夏日圆圆 老师要请大家吃水果了 那这四盆水果呢 都是夏天当地的水果 每个水果里面呢 隐藏了一个卦象 那如果是你首选的话 你会最想吃哪个水果 它可以告诉你 未来一个月 你在哪一方面可以神采意义 像第一款水果呢 是个非常漂亮的 红星火龙果 第二个呢是 李芝芝的 这个叫做哈米瓜 第三款呢是西瓜 第四款呢是芒果切的芒果花 今天是星期五万双 好了 你好了 我可以 你不用了 因为有人可以代表 真的 七十八岁的魏子云大哥 纪录不止十六吨 三十二吨 来 魏子云大哥 来 请 你哪有假的 今天是星期五万双 来 六七八 十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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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欢迎麗玉琴姐 来 麗玉琴姐 来 麗玉琴姐 我跟你讲 我虽然拍戲左右十六 再更段一条 我还是可以的 今天是星期五万双 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四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好了 好了 好 她 等一下 你说 你拍戏怎么了 我那时候跳段啊 主要是任戴各段一条 但是我每天都是有 有在断尿的五四头 对啊 还是可以蹲 所以只要运动 就有希望 对啊 今天是星期五晚上 三 三 哦 哎哟 什么生肖命格的人 哦 哦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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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人 下半年要加强运动 哎哟 哎哟 对 真的不能轻易尝试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 二零二四年 下半年 什么样的 生肖命格的人 可能要更加强运动哦 好 是几乎未定 你知道吗 真的 真的 我们下次要选拔那个 命理界的时尚F4 真的吗 对啊 他不用选了啦 他一定有啊 你偏要不要跟他 跟艾菲尔摆在一起 会生气哦 那其他三个要找谁啊 我退出 反应好快哦 F4的小孟老师 难怪他 退出 他可以跟张老师抽一起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二零二四年呢 下半年呢 哪些生肖命格的人 要加强运动哦 好 如果呢 十六吨蹲不了的话呢 萝卜蹲也是可以啦 对 看一下 第三名的话呢 就是生肖鼠牛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 鼠牛的朋友呢 为什么呢 因为下半年呢 会开始觉得压力 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你要记得在工作之余呢 有时候家庭啊 也会给你一些压力 所以要懂得四方压力呢 促进你的一些 藉由运动呢 促进代谢 会比较好一点哦 否则你会觉得呢 好像心情不好啊 然后身体的这种 废弃物很多 排不出去 然后淋巴呢 感觉都很堵塞啊 等等的哦 所以呢 属牛的朋友呢 下半年呢 会因为压力的关系呢 而造成了这些 救急复发 或是抵抗力下降 等等的问题 那如果说你平常都有 保持一些运动的习惯的话呢 那相信你呢 这些问题当然都会减缓 因为其实运动呢 一定是可以有效的 去舒缓你的压力哦 藉由这个流汗啊 代谢啊 都可以帮助你的 这种身心灵的一种提升 好来看一下呢 第二名呢 就是呢 生肖鼠肌的朋友 一定要特别注意哦 鼠肌的朋友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呢 保持体态哦 才会让你神采飞扬哦 因为鼠肌的朋友呢 其实呢 今年开始呢 运气呢 慢慢的会提升哦 可能工作啊 或各方面的邀约啊 或者是你心情上的转念呢 都会蛮不错的 但是有时候呢 心宽体就会胖哦 或者是呢 可能各方面的邀约 比较多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吃喝啊 不停啊 或是觉得自己好像这种 要消化系统 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 特别容易会有这样的一个 注意肥胖的问题 那建议鼠肌的朋友呢 保持体态呢 就是借由运动啊 或是适度的瑜伽等等的 可以帮助你呢 把这样的一个筋骨伸展 然后也会让你的体态呢 维持到一个很好的状态 让你呢 永远都变成是一个凤凰的感觉哦 好 那来看一下 第一名呢 第一名呢 就是生肖鼠蛇的朋友 鼠蛇 堵林哥 堵林哥 应该最近运动还不错 常常在出国玩嘛 是 好 鼠蛇的朋友呢 下半年要增强体力 要健康生活 对 我们都要像堵林哥一样 看着他的直播呢 到处环游世界 对 欢迎追踪哦 对 欢迎追踪 按赞 好 来看一下 堵林哥的生肖鼠蛇 或是鼠蛇的朋友呢 下半年呢 体力增加的话呢 你会发现呢 你的生活呢更多彩多姿哦 因为下半年呢 病福星干扰的关系呢 所以你会发现说 好像呢 这个抵抗力会下降 然后呢 可能皮肤啊 或免疫系统的问题呢 开始就会慢慢的有一些状况 所以呢 属蛇的朋友呢 一定要借由运动啊 甚至你也 如果懒得运动的话 你也可以去 例如说泡澡 或者是烤箱 或者说做蒸汽 把这个 借由运动的关系 这种排汗 排毒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让你的体力可以更增加 否则呢 如果感觉自己 感觉有生病的状态 然后呢 就一直躺着 然后不动 那这样对你的生病呢 不会有任何的加分 或进步的一个帮助 所以属蛇的朋友呢 下半年呢 可以多旅游啊 藉由一些互坏的活动 多晒太阳呢 增加维他命D 也都是很好的 所以属蛇的朋友 要多加油 尤其下半年 健康的巩固是最重要的 以上呢 三个生肖命格呢 就提供给大家参考 谢谢老师 来 蛇肌牛要加强运动 那还有什么星座 下半年要特别注意 有运动伤害呢 安安老师 好我们从太阳跟上升星座 这两个部分来观察 首先第三名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巨蟹座的朋友了 巨蟹座的朋友呢 可能平常是不是那么爱运动 但是到了下半年 就突然觉得可能 运动真的很重要了 或者是觉得自己身材 需要靠运动来维持一下 但是呢你就突然 会变得有点大量运动 所以要特别小心 因为过量运动 反而造成不当的伤害 也就是说要动 可是这个动的尺度的拿捏 其实就变得很重要了 第二名我们来看 如果太阳跟上升呢 是落在双子座的朋友 好两位来宾也没有哦 双子座的朋友 可以关心一下 就是呢 忽略暖身 小心增添心伤 就是我们讲双子座的朋友 其实他们是很好奇 很容易觉得 看了比方说看了 两位来宾的这种 什么16吨 觉得哇好有趣好厉害 我也想要试试看 可是呢 过去没有运动的习惯 也没有做好暖身对不对 他的肌肉没办法 这样子一个反应 反而就会造成伤害了 所以提醒双子座的朋友 运动是好事 但是一定要做好暖身 这件事情了 好 第一名呢 真的要注意的星座呢 就是天蝎座的朋友了 天蝎座的朋友呢 我们要小心哦 姿势不当 可能会有一些 救急复发的情况 好也就是说 如果天蝎座自己过去有些救急 可能那个部分的保健 自己要特别注意 再来就是运动的时候 第一可能要请专业的一些 教练的指导 有一些专业的这种知识 因为可能像两位来宾都知道嘛 一样蹲下去 那个角度膝盖开 或就是向内差一点点 其实差很多对不对 好所以专业性是很重要的 再来就是也提醒天蝎座的朋友 除了这种教练啦 自己运动姿势之外 运动场地的选择也要注意 有时候我们自己已经很注意啦 我也找了很好的教练 可是可能那个场地 为了省钱 那个设备不是很好 一个不小心 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也是会有伤害出现的 所以提醒有上榜的星座 在下半年我们要运动 但是也要特别的留意 提供给大家参考 谢谢老师 来来来 我们来益金塔罗占卜一下 未来一个月 我在哪方面能够神采益益 好的 夏日盐盐 老师要请大家吃水果了 那这四款水果 都是夏天当令的水果 每个水果里面 隐藏了一个卦象 那如果是你首选的话 你会最想吃哪个水果 它可以告诉你 未来一个月 你在哪一方面 可以神采益益 像第一款水果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红星火龙果 第二个是美滋滋的 这个叫做哈密瓜 第三款是西瓜 第四款是芒果切的芒果花 好 那立金 你要吃哪一款水果 我好想要吃 瓜类 哈密瓜好了 哈密瓜 好 哈密瓜 魏大哥呢 芒果 好 西瓜 湯老师西瓜 我也西瓜 好 Amanda西瓜 通通料可以吗 都好吃 只能选一样 漂亮 来 一 二 四 干嘛 我也要一起选 那我选二 朵琳二 哈密瓜 好的 我其实是想选三 对 西瓜 我刚才也是两个瓜 再一只鱿鱼 都是两个瓜 它都是好水果 那我们第一个火龙果 千层爱心的没有人吃 观众朋友 如果你选的是火龙果 我们现在就来揭晓 这是什么瓜呢 这个叫做 天风共 选到的人呢 未来一个月是在桃花啦 贵人上面呢 你的神采是异裔的 好 第四个人 第四个人是 雅兰跟魏大哥 选的是什么 芒果 芒果 如果你们也 喜欢吃芒果的话 来 我们来看 这个瓜叫做 雷天大壮 什么 是圆城饱满 神采异裔 身体好 所以它有八十分 那选西瓜的人还蛮多的啦 阿美达老师跟汤老师 那观众朋友 如果也是爱吃西瓜的话 来 这个瓜叫做 第四个人 未来一个月是 工作大事 神采异裔 有八十分 哈密瓜 哈密瓜 别生选到 一人独得 观众朋友 如果选到的话 昏违地未来呢 是财神丰盛 神采异裔 有一百分 给大家说三好 一百分喔 好命的人要送礼了 来 好玩大放送 想要获得农历七月保平安的 艾草除惠套组吗 请上命运好好玩的 脸书官方粉丝团参加抽奖 我们就抽出幸运的观众朋友 好不好 来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两位 谢谢 也感谢您的收看 赶快抽奖喔 拜拜